哈喽哈喽,今天呢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所以在家决定吃个摊,然后在居家露营,给大家顺便看一看我都有什么样的装备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IGT,IGT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多个桌可以自由的组合,这是习中的一个主桌,半卷桌 这时候扑上就可以了 这IGT制作为方便呢,就比如说这个木头是可以拆卸的,比如说如果中间我要煮菜,我买一个IGT的一个卡式炉 就别把它砍在中间 因为在家也不用考虑到轻不轻便的问题,所以我就用了一把,我算是比较重的一把油 但是我觉得非常方便,你织就砍了,不算别的意义,请我做桌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煤油炉,像南方没有什么,没有暖气,然后有时候开空调会比较干,所以又烧煤油 因为这个没有炉的话,可以保证在一个小空间里,一个20多度的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 在家的话就会烤炉的,而且携带非常方便,我一般去剧组啊 在车上或者在帐篷里,就会把这个炉都点上,就会非常的暖和冬天 然的话排气真的会冲死 好,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做咖啡的一些工具 裁的开裁就是什么呀,这个就不用擦,这是一个手冲壶 你看这壶水特别的细,所以能够保养这个水均匀的撒落出来啊 就是对咖啡也比较讲究的人 然后这个呢,是石松鸟和Bluestar的一个联名 这其实是一整套啊,但这是其中一个壶 缺点的这个壶,因为毕竟是,我觉得主要是一种,联名的意义比较大嘛 其实正常的现在这种手冲壶,它底下有个底座,电插座插上去之后,可以直接加入 但我这块壶呢,需要先烧开水,然后把开水再倒在里面 然后再拿出来,会相对于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谁管它呢,联名就是比较要割掉 好,这个,是我的磨斗器 这是Common Denta,就是指挥官的,经典的一个型号 叫C40,喜欢玩手冲咖啡的应该都知道这个 C40,然后我选的是这个玻璃的一个底座 这是一个头 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配套的,你看平时保养木头的一个 一个油,因为这是石木做的,就跟那个盘核桃一样 可以盘盘它,你看其实现在这上面非常的光亮 都是我平时盘的结果 这个刷子用来清理,比如说咖啡系啊或者类似 这都是套装里面 把这个羊毛磚也先收下 这就是我经常会用到的一个钛杯 这个是Snowpeed的 这个钛杯呢,我买的是双层钛杯 双层钛杯呢,当时主要就是因为它大 但其实呢,双层钛它不能用火加热 因为钛这个金属很有意思啊 钛这个金属它比较轻,然后呢,硬度也比较强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它预热,拿火烤它它会变色 这是一个原色的 大家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有各种无颜六色的那种钛杯 那些是单层钛 单层钛是可以烧的 烧完之后它就会根据火的不同的温度 还有不同的环境变出各种无彩般的那一色 所以相当于每一个你自己烧出来的钛杯都 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还有钛,还有一种 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你别放热水的时候 它会隔温 但是这小心一点啊 就 经常可能会 不知道的人 一摸这个水 让他们觉得 哎,好像还行 但喝了一大口 我发现水特别烫 把自己烫到 所以这是特别小心的一点 这户外就很方便 然后呢 这个也是 好,这是我的那个 咖啡纸 不,绿纸 绿纸 绿纸 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 好,这也是 Snow Peak的 一个经典的咖啡底座 咖啡架的 拼装的也非常的便宜 我现在把它组装一下 这些轻的声 这也是个泰的 但这个是 不修钢的 我觉得所有搞露营的人 都特别喜欢泰 就来泰是一种格调 非 就是代表着坚固可靠 而且轻 好 比较逆的 什么样 我们这个试试 出开 现在该做什么呢 现在该做的就是 反正在加上 我去拿一下我的咖啡豆 我烧一下开水 等我一下 纯属个人品 哇,这味道 是咖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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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지� 这个症 嘢 臓 像 会 拿 也是 Stelle 那 卢 咖啡味 装